拉朱這個名字的系列 嘩 給你聽 最好賣第一水的時候 這一隻色 斷了一天 知不知道什麼叫搶崩頭 搶崩頭 因為那天我拍過他做funder 然後第二天再下來 買完了 剛才那隻沙士 阿比特斯 我說他叫法拉里 這個簡直就是火箭 直飆 一夜玩完 看不到 你車和火箭 不可以這樣比 煙你都找不到 不見了 直接飆去外太空 真的沒有了 現在第三水 終於又回來了 也有極少量的顏色 其實這隻是第一 第二 第三轉都有出過的顏色 是 所以他的手款形程度 是直接 對你都要繼續做 沒錯 因為他整個面很復古 好像一個奶油臉一樣 一個紅貓 黑圈 黑三眼 但是說到好賣 第三水 即是最新這次 綠色也很受歡迎 這個 真的厲害 這個 這個沒有自徑 潛水錶 經常都是綠色的 但是 綠色的錶 綠色 都難少少見 但你還要綠色的紅貓 就不太能說出 有哪隻綠色的紅貓 總有灰色的臉 對 整件事是運動得來 有夠高貴的 我也想不到 有哪種牌子 有綠色的紅貓 我覺得 我覺得 剛才Arbutus那些 屬於抵挽之選 是 這個也是抵挽之選 絕對是 這隻除了抵挽 我覺得 如果買Lajur 這隻Corno 是代表你是 AutoShop的忠實粉絲 因為這隻 都算是AutoShop 半獨家賣的 我看不到其他標項 香港就是 是的 基本香港 第一就是一個 網路商店 賣到成行成市 都是你們 所以這隻 某程度上 都算是買了 除了買了一隻筍錶之外 就是一個印記 是的 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筍錶 這隻筍錶 是的 有六港資源 拍我這隻 我在戴這隻 這隻 瑞士製造的手錶 三圈Corno 有升旗日曆的 瑞士基森 不用說了 瑞士製造一定 沒錯 這隻錶 很普通的規格 對落朱尼說 寶石鏡 又有200米防水 秋吉夜光 是的 好像很普通 但是當這裡所有東西 加在一起 而我們修理的價錢 都只是說7800元的時候 整件事就很不普通 不用問的了 玩開錶的 都知道 這間界底都爛了 是的 一萬元就找了 瑞士計時Corno 八千元有找 八千元也有找 無論前年 好像是第一水 前年 整年都很好賣 甚至乎現在 最新這一水 只要是 瑞士Corno 問有什麼推介 通常都是 拉朱 對 拉朱 第一選 抵玩就是拉朱 如果你說 預算多一點 就看看艾美 真的7800元 OK 大家好 我是表彤 各位在看我們 YouTube短片的朋友 你們好 我們的頻道 除了這些YouTube短片之外 我們逢星期四晚 九點半 我們都有一個直播節目 我們的直播節目的內容 會有很多最新的手錶行程發佈 新貨的介紹 新標發佈 所有關於手錶最新的資訊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直播節目中介紹 另外我們的直播節目中 都會發放一些特價的彩蛋 有些特價的手錶 只是少量 會給我們一班看直播的朋友 希望各位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些 這麼便宜的優惠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短片 記得讚好我們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們